冬天圣明 开始上课 这个 清查户口的方法 我们刚讲说按信徒的名册逐步清查 然后召集防务人员负责清查 这个防务人员很重要 清查户口 才不会遗漏 遗漏一个的话 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比全世界还要重要 所以这个我们疑漏不得了 再来依据 第一次上来自尊的家谱 这边要讲到 我早早 第一次上来自尊的家谱 第一次上来自尊的家谱 原始受洗的资料最重要 应该好好保存 原始受洗的资料很重要 要好好保存 这个资料不要随便乱丢 更新的时候 比如说更新 那个信律名字要更新的时候 那个旧的要留下 我记得上次我有讲到一个 相信50年48年半来时 回来的那个信徒 那个资料不知道存放在 柜子里面多久 存放在那边 就有希望 所以我们不要想 反正这个人很早都没有看到了 就把他放过掉 不要丢掉 那个原始制料很重要 放着 因为这曾经是我们的信徒 他现在不知道去哪里 或者他现在软弱 我们不能因为他找不到人就把他丢了 原始制料很重要 不能丢 要留着 要留着 这是 第一次善良家 那再来是讲到家谱的顺序 第六节以后 到最后 讲到家谱的顺序 这个家谱的顺序里面 第七节那边讲到 领导者的名单 领导者的名单 我们看第七节 他们是同着 所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雅撒利亚 拉米 拿哈 阿玛尼 莫迪 莫迪改 第三米斯壁 米斯壁列 以格瓦伊 霓虹 巴拿 回来的 这个就跟上一次在以斯拉 以斯拉记的时候完全一样 以斯拉记 那个所罗巴伯所带领回来的那一批人完全一样 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的第1章 第2章 第2章 第2节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那是第1次回来没有错 第1次回来 所以他首先就怎么样 领导者的名单 列出来 这我们已经讲过了 教会需要领导者 慧众是跟着领导者 领导者是摆在前面的 包括你侍奉的精神也是 侍奉也是摆在前面的 不是摆在后面的 代理就是要走在前面 再来 第8节以后到38节 这是以色列人的数目 以色列人的数目 总共有24,406人 24,406人 把全部的百姓多么加起来 那为什么要把以色列的数目 通通通列出来 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道 所以这个数目 虽然 很无聊 在那边算 在那边 一直从路 一直从路 什么子孙 760名 什么子孙 648名 845名 麻烦了 全部都记录下来 这里有三个五中的道 第1个 表明 神看重自己的儿女 神看重自己的儿女 每一个儿女都一样 很宝贵 没有你比较宝贵 我比较卑贱 我比较 我比较宝贵 你比较卑贱 没有 神把所有 连一个 都没有放过 神看重自己的 每一个儿女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绝对不要轻看哪一个人 因为神都不轻看 你再轻看 你比神还伟大 神看每一个人 在他眼目当中 都是尊贵的 我们跟神要一样的 尊重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 在神面前 都是同样的 因为 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雅各书那边讲到说 我们不要 轻看这个 重看那个 不要看到一个 穿华美衣服来 进来的人 你就哎呀坐在这里 这里给你做 看到一个 穿不好的 进来 就坐在地上 或站在那边 我们不能够用这样来偏袋的 第二个 连最小一个 都不可轻视 他在数算的时候呢 不是整数的 不是把他 哎呀 规整好了 一个两个把他拿掉 没有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三就是三 一个 连最小一个 都不可轻视 你看主耶稣 有没有 新生小孩呢 没有啊 他在工作上 那么的辛苦 那么的累 休息的时候 有父母带小孩子来 门徒把药 都把他们赶走 哎呀 你们这些小孩子 在那边干什么呢 主耶稣却 责备那些门徒 他说 让小孩到我这里来 因为在天国的人 就像这些小孩一样 所以主耶稣就伸手 按头在他们头上 按手在他们头上 祝福他们 这就是 神啊 连最小一个 都不可轻视 第三 爱最小一个 就是爱主 在马太后25章40节 11章42节 都告诉我们 你们如果坐在 这小子当中 一个最小的 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说 神对 祂的子民 一个都不放过 都是祂的儿女 所以我们也要 像神一样 连最小一个 都不可轻视 爱最小一个 就是爱主 那第三个呢 是专职人员的数目 专职人员的数目 36节到60节 这个专职人员 不包括尼提灵人 不包括尼提灵人 有5041位 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加一加 看了没有加错 5041位 36节到60节 这样你们把它加一加 总共有5041位 那这些专职人员当中 有祭司 总共4289位 4289位 他是献祭 还有烧香侍奉神的 再来专职人 有74名 是管理圣据的 协助献祭的 还有歌唱的148名 这是唱歌 奏乐 引导侍奉的 再来守门的 一共有138名 看守城门当守卫的 这还有尼提灵 尼提灵 它是 是 是 批财飘水 服劳役的 圣经里面没有讲 它有多少人 没有讲它有多少人 再来是 所罗门的仆人 共有392名 这是宫殿里面的 服役 服役 所以你看 从尊贵的 祭司 立位人 到歌唱的 还有守门的 一直到 批财 挑肥的 一直到仆人 这些都是事工人员 神 重视 每一种 每一项事工人员 神重视 所以 他不会写说 祭司等 专职工作人员 几名 他是 祭司多少人 立位人多少人 什么多少人 都写得很清楚 这表明什么 在我们所做的事奉当中 不分贵贱 按恩赐分派 所以 讲道的人 不要轻视 失诵的人 失诵的人 神也不要看清 其他的工作人员 都一样的 神都没有分 你再分 神没有分 你再分 就是搞分化 分门别略 跟哥林多教会一样 分争结党 我是属他的 保罗说 我保罗没那么伟大 我只是 我只不过是栽众而已 那么伟大 亚伯罗也没有很伟大 亚伯罗只是教官而已 栽众跟教官的 说不得什么 唯有叫他神老神 所以在教会里面 做侍奉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概念 在神的眼目当中 只要是事工人员 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没有贵重 也没有清贱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事工上 彼此尊重之下 来容神一人 容神一人 那这些工作人员做什么的 服事全民的 你看祭司为百姓献祭 利为人为百姓来管理圣据 唱歌的 唱歌的引导侍奉 唱师奏业 安慰人的 守门的 也是为百姓来守门 保护他们 劈财挑水的也是一样 守门的扑的也是一样 通通一样 为全民来服事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说服事神 到底服事神 你服事了谁 神又看不到 神是个灵 你能够服事得到吗 我们上了使徒行传 我们讲吗 神是个灵 神 他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 他也不用人服事 我们看一下 使徒行传十七章 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五节 二十四节开始 创造宇宙案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不事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将到生命 既其万物是给万人 神 他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不事 那么我们今天一直讲道理 就讲我们要来服事神 服事神 圣经一关 哪里啊 神不用我们人手不事啊 那人就问你 奇怪 你叫我来服事神啊 神说不用人手不事 那到底我要服事 神怎么服事啊 怎么服事 怎么服事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第四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二十节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服事就是因为爱 爱神所以服事神 那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哦 这个 不能爱 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 不爱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我们把爱 改成服事 服事就是因为爱 才服事啊 比如说你为什么 要帮你的小孩子 为他吃饭 帮他穿衣 帮他洗澡 帮他盖背 还赚钱给他花 还拜托他吃饭 他是你的谁啊 他是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爱他 所以愿意为他服事 服事的重点就是爱 爱的表明就是服事 所以那个 我们说我们不爱 看得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 神我们看不见 所以你没有办法服事他 那怎么服事 就是要服事我们的弟兄 所以如果我们抱着这种观念 来服事弟兄的话 每个弟兄你都服事起来 都很喜乐 谢谢你让我服事神 谢谢你让我服事神 我们去做探访 好辛苦哦 但是我们要想 去探访他 就好像去探访神 因为我们去做这个工作 是爱我们的弟兄 就是爱我们的神 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所必须要建立的一个观念 所以在失望当中 在探访当中 可以得到造就 可以得到赏金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马太文25章40节那边讲 你们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 小子你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在教委里面 我们服事人 服事弟兄 就是服事神 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 所得到的概念 所以那个专职人员 或者是说我们 事奉者 事工人员 我们应当要 有这种观念 来服事全民 全性 哎呀 对不起 再来第四种 普系不明的百姓 有642名 这个普系不明 就是家谱失落的 家谱失落的 或者家庭宗教教育 这个 我们在家庭里面 要重视宗教教育 要重视宗教教育 不然家谱就失落 信仰就终端 这些有642名 不少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发觉到 信徒当中 有一些失踪人口 什么叫失踪人口 失踪人口 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什么 怎么突然间 跑了这个人 说他是信徒 没有会及 他到底是不是信徒 我也不知道 第二种 信徒名册里面有 但是找不到人 失踪人口 这叫普系不清的 这么多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在数典人士 清典人士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些 普系不清的 有名字 却没有人在这里 这是一种普系不清的 第二个 有人 但是没有 名字在这里 这也是普系不清的 这些人 我们都要把它列出来 像我们那边的教会 有两种 一种是信徒名册 一种是访问名册 信徒名册 跟访问名册 有些是不一样 有些是一样 有些是不一样 为什么 信徒名册是在这个地方受益 这个地方信徒 但是这个地方受益 这个地方信徒 他不是一辈子都住在这里 他会搬走 或是到外面去工作 所以到外面工作 搬走了 或许到外面工作 不能够把慧琪牵出去 搬走了 我们可以把慧琪牵到 那一个附近的教会 叫他牧羊 但是通常我们做这个工作都比较 比较迟钝一点 到底他搬走 还要不要搬回来 所以我们在这样迟钝当中 就没做这个工作 所以在这里有 有这个影册 但是信徒在这里 叫普及不清 那有的呢 有的是从外面 到这个地方来工作 有人但是 没有什么 没有慧琪 那怎么办 我不能说爱妮 那你不是我们家信徒不清 那你不能够 这边的 这边的汇集没有 传过来以前 你不能够把它登记在你的汇集里面 那怎么办 用一本 另外的一本那个 信徒 访问名册 访问名册 那访问名册跟信徒名册一定有一些落差的信 我们就用访问名册来访问 信徒名册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资料 就叫普及不清 当中的 访问名册跟信徒名册当中就有一些普及不清的 要把这些普及不清的抓出来 抓出来做什么 好好的清查 为什么这个人有名字 不能跑去哪里 把他找出来 这是我们信徒 不能乱跑 软肉了 我们要把他叫回来 他搬走了 我们要知道搬去哪里 还有 虽然没有在信徒名册当中的 但是有在这边聚会的 我们要关心他 他也是普及不清的 这样才能够做到 没有遗漏一个 神他一个都没有遗漏 我们怎么可以遗漏呢 这个是普及不清的 也要把他 那普及不清为什么造成普及不清呢 就表示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牧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出现了一些 不完整的地方 不严谨的地方 包括中教教育可能需要加强 不然的话 有些就是走走走走到后来 就慢慢的软弱下去了 所以我们普系不明的越多 就表示教会的问题软弱更大 我们应该要把它清查出来 重新的做一个检讨 是不是在某一些环节上 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怎么去补救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改进 第五 失去普系的祭司 第六十三节到六十五 这边要讲到失去普系的祭司 为什么失去普系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先祖娶外邦女子为妻 那之前的祖先娶外邦女子为妻 就生下的孩子 到底是祭司还是不是祭司 没有办法确认 还有起外邦名字的 这个犹太人取名字 他都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规矩 规定 像那个撒加利亚 他的太太 以利沙伯怀约翰的时候 然后 那个 撒加利亚不信 结果就不能讲话 对不对 然后 生下来还是要取名叫约翰 对不对 然后一生下来的时候 以利沙伯说 我这个孩子要取名约翰 他一直咬手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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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没有人叫约翰的 犹太人取名字是以家族有取过的名字 来作为他们取名字的标准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名字相同的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名字相同 名字相同 因为他们犹太人取名字 我祖先有的名字我拿来用 可以 所以约翰跟他 约翰跟撒加利亚他们家里 撒加利亚他们家里 从来没有约翰出现过约翰这个名字 所以他说不可以不可以 我们家里没有约翰这个名字 但是后来 神说要用约翰 约翰是这样来的 那 所以你看他们取了外邦名字 简直就是什么 破坏了什么 破坏了犹太人在取名字的规定 所以他们绝对找不到谱戏在哪里 他们要找谱戏很简单 只要你是什么名字 我就可以对到 你是哪一个谱戏出来的 因为他们有这个习惯 养生这个习惯之后 跑也跑不掉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孙子取了爷爷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一系列下来 你是什么名字就可以找到你是那个家伙 那取了外邦的名字 就离开了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谱戏 所以他久了就回来 糟糕我是哪一个谱戏的 我不知道找不到名字的归属 找到名字的归属 这是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 不吃不可吃至胜之物 他们既然没有这个谱戏就不能够吃 不能够吃不能够吃至胜之物 要算他为不绝境 等到什么 等到大祭司来决疑 这个大祭司来决疑是什么 大祭司是谁 耶稣基督 他用什么 用什么来决疑 乌龄跟腾 看六十五节 神长对他们说 不可吃至胜的物 直到用乌龄和土名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乌龄跟土名脚就没有了 神早就把他收走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乌龄跟土名 那什么叫乌龄跟土名 以现在来讲说圣灵跟真理 乌龄跟土名就挂在祭司前面的 他可以断绝疑惑的事情 用颜色来辨别神的旨意 乌龄跟土名已经没有了 神收回去 圣灵跟真理 圣灵跟真理 就来决疑 这是耶稣基督在的圣灵跟真理而来 好 第四个部分 六十六节到七十三节 数目统计 数目统计 人畜都被神所爱惜 人畜都被神所爱惜 惠众有四万两千三百六十名 蒲碑共有七千三百三十七名 歌唱有两百四十五名 马有七百三十六匹 骡子有两百四十五匹 骆驼有四百三十五匹 鱼有六千七百二十匹 奉献统计 一切奉献蒙神纪念 所以你看算得很清楚 神的物要把它算清楚 属神的 我们一个都不能够掉了 包括物 包括人 包括除类 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偷窃神物的人 偷窃神物就是不关心也是偷窃 不关心也是偷窃 我们可以关心不关心也是偷窃 这是数目的统计 我们看第八章 第八章里面是讲到举行正会 已经都清查完毕了 清查这要干什么 清查这个就是要建立信仰的开始 建立信仰开始 首要条件是举行正会 就跟以色拉祭里面所说的 奋献大会一样 所以其实 整个以色拉祭跟尼西米祭 它的作为是一样的 可以作为我们教会 复兴的一个先驱 举行正会前 一定要遭遇 一定要清查 就好像说我们要举行灵魂部大会的时候 一定要去访问 做一次的地毯式的清查 才能够造就所有的信仰 而不是只造就一群人的信仰 所以你看他们清查完毕了之后 总共有多少人 古贝有多少人 各上有多少人 七十段 全部都清查完毕了之后 就开始举行正会 这些人清查就是要告诉他 要来参加这个正会 那正会里面有两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讲经大位 第二件就是要遵守祝鹏节 讲经大位是理论 遵守祝鹏节是实际的生活 这告诉我们说 圣会不要只上谈兵 也要付诸实行 这个圣会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讲 才有帮助 所以我们关心信徒 也不只是关心在真理的造就上 也要关心在生活的实践上 真理的造就是需要的 但真理的造就 顶多只让他知道一些属灵的知识 明白一些神的旨意 如果没有办法在生活上 给他一些造就的话 那这个知识 不但不能够让他得到益处 反而因为有了这些道理 而定他的罪 因为圣经说 圣经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中 圣经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中 因为你知道越多 不去做 那就是我们的罪了 所以在我们的举行社会里面 我们应该要把道理讲解清楚 然后呢 要他们遵守祝文节 生活上要付诸实行 才有办法 让他们在信仰上 真正得到帮助 得到造就 第一节到十二节里面讲到 讲经大会 大概四个小时 一场聚会四个小时 好 我们看那个 时间 7月1号 从清早到祥宇 清早到祥宇 我们看 请看这个 第六节 清早到祥宇 不是 第三节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祥宇 时间 7月1号 清早到祥宇 所以我们这样算起来 大概是十二个小时 不是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们这样算 一场奖经大会四个小时 那7月1号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脚做纪念 当为圣日 当为圣日 要讲到这个律法 7月1号要守为圣日 请问 这个守为圣日的 守为安息日 这个安息日 是不是星期六的安息日 不是 圣经里面有两种安息日 一种是律法上的安息日 一种是周期的安息日 两种 一种是律法上神特别规定的安息日 不管那一天是不是礼拜天 不是礼拜六 那一天 7月1号那一天 就是圣安息日 那一天除了每周 每周第七天是安息日以外 还有那一天也是安息日 比如说 7月1号是礼拜五 因为它是7月1号 神定这一天为圣安息日 所以礼拜五那天是安息日 礼拜六也是安息日 所以连续两天安息日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就讲 奇怪 7月1号要守为圣安息日 7月1号不一定通通是星期六 今年的7月1号跟明年的7月1号会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安息日有两种 这我本来是不讲 怕大家搞无读 记住 所有在圣经里面 节期都有 后面有一个严肃会 对不对 严肃会就是像圣会 圣会的最后一天都要守为圣安息日 所谓圣安息日 就是说虽然这一天它不是礼拜六 但是神规定这一天就是要守 好像守安息日 圣安息日 大家不要停工 不能够做工 另外 还有周期性的安息日 这叫做7月1号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脚做纪念 当会圣会 第二个地点在哪里呢 第三节里面讲水门前的宽阔处 所以要选择适当地点 因为人多嘛 要找一个比较宽阔的呀 宽阔的地方 让很多人都能够到那个地方去聚集 举行圣会 大家都能够从这个地方得到复兴 第三 这个精神如同一人 我们看第一节 到了7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如同一人 那么多人如同一人 跟以色列人在举行混星会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 其实我们在举办圣堂的时候 举办联会的时候 我们要给信任一个观念 这之前 你们不知道之前 我们就要勉励 要勉励什么 如同一人 大家同心 同心合一很重要 你看那个 以色列人在举办这个圣 混星大会的时候 如同一人 那个 尼西敏在举行社会的时候 也是如同一人 同心合一的 这么多人 好像一个人 这是精神 再来第四个 主领人 主领人就是文士以色拉 我们看第四节 文士以色拉站在 站在为这世特别的木台上 以色拉站上去了 站在讲台上 因为它是通达神所示 御法师的 所以领会人员应该聚变 通晓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按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才有资格站在那木台上 所以讲台不是随便站 站在讲台上 所讲的道就是需要造就人 需要造就人 像文士以色拉一样 通晓神所示 摩西的御法术 所以我们应当要下定心智 考究神的道 站在讲台上 借着讲台的信息 让信徒得到造就 这叫做文士以色拉 是主领人 会众二节到三节 那边讲到 听了能明白的人 我们既然到了盛会的地方 我们要预备心 听了能明白 就是预备心 来参加灵人布道会 大家预备心 我们有句话说 预则利益 不预则废 有预备的人就能够被建立 不预备的人就被废掉 我们来参加灵会 我们要建立信徒 有一个预备心的那种心智 我这一次来参加灵人布道会 三天两天 我要从这三天两天当中 领受更多神的真理 领受更多神的属灵恩典 这是听了能明白的人 能够虚心的渴慕道理 能够存温柔的心 来领受真理的道 这样子的话 那领受不道会对信徒才有造就 不然的话领受不道都行事了 来了时间到了大家都来了 讲一讲道理就回去啦 圣灾领一领就走了 这不是奉心大会 这也不是圣位 所以大家要能够建立他们有虚心 有目道理的心 听了能够明白 第一个听道精神 这听道精神在第三节那边讲 在水门前的宽厚处 从清早到降古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众民侧耳而听 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站在自己的地方 众民侧耳而听 很认真听 很认真听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该注意一下 这个听道的精神 这要教育 听道的精神要教育 听道的精神就是说 听道的环境 听道的视讯 你看这些人 聚精会神 侧耳而听 勤耳而听 把耳朵拉得高高的 赶快听 这个是听道的精神 这听道的精神 跟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恩典 有绝大的关系 你看那个玛利亚 他坐在耶稣面前 听耶稣讲道 那种聚精会神 所以主耶稣说 玛利亚他选择了那善好的福分 圣经里面讲说 敬前听胜过愚人的献祭 敬前听的人胜过愚类人的献祭 所以这个听道的精神蛮重要的 第七个 讲道者 祭祀和立位人 使百姓能够明白 第七节 别书亚 巴尼 巴尼 斯利比 亚敏 亚古 沙比泰 和地亚 马西亚 基利泰 亚撒利亚 约沙巴 哈南 比来亚和立位人 使百姓明白 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义事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这就讲到一些立位人 祭司 他们就使百姓明白律法 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 讲明着律法的义事 所以我们做先师讲道 是为了教会 让他们听明白 听明白的是什么 是律法 不是你的意见 不是你的想法 律法 神的律法 神的道 讲道者是祭司跟立位人 竹林是文士以色拉 那这场所举行的圣会 果效 百姓信仰得到奋心 大大的快乐 所以从第九节到十二节这边 就记载 百姓得到奋心 首先 众百姓听见律法书上的话 都哭了 为什么哭 因为他们可能过去没有听到这些律法 听到律法想到自己的罪 哭了 为什么我之前会换这个罪 哭了 扎心 感动 哭了 第二个 领导者的安慰 领导者就安慰他们 不要哭 今天是圣日 今天是圣日 不要哭 神会食恩 圣日是神的日子 赤乎的日子 所以圣日不要哭 因为这是恩典的日子 恩赤的日子 第三 因靠而得的喜乐 是百姓的力量 因倚靠而得的喜乐 是百姓的力量 他们知道了 明白了 所以他们依靠神 他们就得到了力量 第四 众百姓都去吃喝 并且分享大大喜乐 他们听到这些首领 跟他们这样讲 他们就大大喜乐了 就出去吃喝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是圣日 神赤乎的日子 他们都明白 所孝训他们的话 所以你看他 在这个奖经大会里面 效果非常的好 效果非常的好 当然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在 第七章那边 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 要重视会前的清查 判法 了解 把所有的人 都清查出来 包括 土稀不明的 都清查出来 然后呢 再来举行这个圣会 在这四位里面 我们一定要重视它 因为这是奋心大会 如果我们能够 这个方面 这两方面同时进行 再加上 主领人跟讲道者 能够按真理分解圣经的道 能够以神的道 作为 劝勉信徒的根本 原则 再加上 信徒能够如同一人 聚精会神的 测诺而听 那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像当时这些百姓的信仰 得到户心一样 其实这个如果能够用心来做 也应该能够做得好 就是奋心大会 那这个 我们就在讲道说 以斯拉跟尼西米 他们这两次的奋心大会 对当时候 选民的信仰 造就性很大 这就好像我们初期 这些初教会 设立了联恩部大会一样 每一次联恩部大会之后 信徒都得到相当大的造就 信仰就得到父亲 但是十字境迁 我们对联恩部大会的定义 有可能已经有一点点偏了 或者是说十字久了 大家对这个联恩部大会的感受 没有过去那么强烈 其实真正的原因 应该不是在这里 真正的原因是 应该是在我们没有 好好的来重视 就联恩部大会 如果有的话 我们应该像以斯拉 向尼西米 这两个地方所记载的 怎么样 在奋心大会以前做什么 奋心大会的时候做什么 奋心大会以后要做什么 这个我们上次在讲以斯拉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我想这个 联恩部大会 对我们的信徒应该有正面 而且相当大的造就 所以我们回到自己教会的时候 应该要重视这个 联恩部大会是我们 联恩部大会是我们 联恩部大会的教会 奋心大会 我们要用点心 把这个奋心大会 成为真正让信徒得到造就 明信得到帮助的 一个属灵的圣会 这是举行圣会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 奋心大会结束之后 这是真理的造就 再来是什么 遵守祝鹏节 这是生活上面的 遵守就是生活 祝鹏节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是寄居的生活 彼得前述那边讲 寄居的生活 祝鹏节就是寄居的 七天 他用树 树叶 树枝树叶 所建造起来的房屋 七天之后就坏掉了 预料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 就好像祝鹏节一样 短暂的 马上就要毁坏了 过去之后 我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自己的家里面 属于的家里面 所以遵守祝鹏节 祝鹏节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要明白道理之后 然后过着基督徒的生活 过着祝鹏节的生活 那十三节以后到十八节 这边就讲到百姓遵守祝鹏节 首先 这个领导者爱慕神的话 我们看十三节 四日庄民的组长 祭司和立位人都聚集到文士 以色列那里 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领导者爱慕神的话 要明白律法书上的话 所以他们看到律法书上 记着在七月要守祝鹏节 这个有一个错了 节祝鹏是错 祝鹏节 七月 中间还有一个守 守祝鹏节 守祝鹏节 他们因为爱慕神的话 所以他们才知道 哎呀 才要在七月守祝鹏节 所以他们守守祝鹏节 然后十五节那边就记载 我们看十五节 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 你们当上山将感染树 野感染树 翻石流树 中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下 取来 照着所写的搭棚 你看 祝鹏节就是要搭棚 什么树呢 就是那些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些树 枝子 然后搭上树叶 搭个棚子 在那边居住 在那边居住 然后这些百姓都遵守 我们看十六节 于是百姓出去 取了树子来 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 或院内 或神殿的院内 或水门的宽阔处 或以瓦连门的宽阔处搭棚 从辱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都搭棚 住在棚里 从认得儿子约书亚的时候 直到这日 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 于是终于大大喜乐 从约书亚到 约书亚是什么 带他们进谁 进哪里 进迦南 从进迦南一直到那一天 说没有守过 住棚节 难怪 这个百姓一直堕落 一个信徒如果没有 把世界看成好像住棚节一样 看成是寄居的 信仰不会有一天好的 越来越堕落 越来越堕落 那住棚节 他们住在棚子里面 他们心在哪里 他们心在他们的家 他们住在住棚节七天 住那个地方不习惯 不好的 他们住在那里 心一定是放在他们原本那舒适的家 所以我们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这样子 我们请看这个 《西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识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与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段圣经是提醒我们 住在藏坊 他会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在哪里 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座城 所以如果我们住在这个世界 就把它看成是好像住藏坊一样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心绝对不会在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住藏坊 我们的心一定是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所以在世界上越有权势 越有钱财的人 他们越不会把心放在天国 难怪主耶稣说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有一次我这样讲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那有姐妹就抗议了 为什么进天国一定是难的呢 女的不能进天国吧 我说不是那个难啊 是很难的难啊 圣经要剥读一点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所以女的不能有财主啊 你要当财主一定要是难的 才能进天国 意思是这样子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 有时候讲到都没有错 为什么听了都会把他听错呢 真的是有时候也是 进度真的很天真 他很单纯啊 听了说传道说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那那些有钱的女财主怎么办呢 不能进去 难的是很困难的难 不是男女的难 要记住 这有时候讲到 说者无心啊 听者有意就麻烦了 为什么财主这么讲 为什么会难啊 因为啊 他不是住在住 他不是 住不在守住 他是在世界上享受 我们有一个传道人 他移民到这个 澳洲去 移民到澳洲去 那那个澳洲的地方很美啊 很美 那所以他就在澳洲 买了买了买了一个房子 哇那个房子真的很美 非常美 那那个传道人他不是很有钱的 但是 神给他有机会 就是说他很便宜的在我们那个地方买了一个房子 经过了三年 很贵的把它卖出去了 占了十一倍 占了十一倍 三年 这一块这个房子占十一倍 如果这个房子是一百万买的 多少 一千一百万 一千一百万 所以他感谢神 他就立志要到国外去当船道 所以他就移民到国外去 到国外去 澳洲 澳大利亚那边 去了之后呢 感谢神就祝福他 他很便利的买了那一块 那个房子很漂亮 那偶尔回到我们那边去参加那个 传道的那个领修会 那回来他就把 他家的相片 去玩的相片 他回来给我们看 哇 大家看 哇 这么漂亮啊 这是你家还是 还是什么 是我家 哇 你家那么漂亮喔 哇 跟天国一样 然后我们就跟他开玩笑 哎呀 那你就不用上天国了嘛 住在这边就好了 对啊 很漂亮 好像天国 很危险啦 我们就跟他讲 你还危险啦 你这样住 再这样继续住下去的话 你就不想去天国了 为什么 因为很漂亮 吸引人 就把你拉住了 所以有时候 患难 或者是困苦 对一个基督来讲 不完全是不好的事情 不完全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够讲说是好事啦 当然我们 最好不要有困苦 但是有时候 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 却能够明白 哎呀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原来是寄居的啦 你就不会把信放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把信放在天上 住文节的意义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举行了圣会 我们要遵守住文节 遵守什么 遵守这些道理 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是暂居的 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因为树枝树叶很快就干了 很快就坏了 我们重点是要羡慕那根本的家乡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天国的部分 这叫住文节 如果我们举行圣会之后 混星大会之后 我们把信徒的心都带到这个地方来 把信徒的心都带到 往那个属灵的天国去 那么这个混星大会 就能够把信徒带上信仰这条道路上 所以为什么我们灵恩会 结束之后要举办圣餐 为什么 圣餐你的意义在哪里 圣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 逾越节预表圣餐 逾越节遵守的时候 选民在哪里 在埃及 但是他们心在哪里 绝对不是埃及 他们很想离开 他们心已经跑到哪里了 迦南地 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这个意义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人虽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就是埃及预表罪恶世界 但是我们的心要在哪里 属灵的迦南天国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建立信徒这种心 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 属灵的埃及 但是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个埃及 要在哪里 要在家里 属的家里 我们人虽然在这个最后的世界 但是我们要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立志 我的心不在这个世界 我的心是要放在天国的福分 这样子做一个灵悟道的结束 让信徒的心不要偏于摊在这个世界 要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家来的赏识 那整个灵灵会结束之后 才是一个完美的结 就好像 解行社会之后 就来一个什么 祝鹏节 让他们遵守 然后呢 他们才晓得世界是占居的 我们要去祝那个更美的更好的 所以不要留恋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应该要去留恋在主耶稣 基督会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天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第八章里面的大概内容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就上午就先 先